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今天的單元 我們還是來看看 在今年2020年的1月15號 現在川普預告 美中貿易戰告一段落之後 1月15號會雙方簽署協議 這當中包括Peter Navarro也有預告 15號那麼劉鶴惠到華盛頓 那麼這個美中當中經過 2018年3月之後的劍拔弩章 經過了將近兩年的貿易戰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劃向休止符 那麼對2020年開年 我們對全年的經濟情勢 到底如何來看 今天特別邀請到李淳跟邱志昌兩位 來到再度來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請李淳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各位觀眾 社長大家好 邱志昌 各位觀眾 社長大家好 我們就從這張照片談起 我想就先請李淳來跟大家 來先談一下 到底美中貿易這個協議 會不會有變化 我想這個現在大家 因為到現在為止都川普在講 Peter Navarro也講 但是中方到目前為止很不明確 那這個時候也有一個外電說川普會跟習近平在北京會面 那我想這個都沒有證實 所以現在看起來也就是說雙方各自放話 但是如果按照協議的內容 中方要一年加過400到500億的大豆農產品 那後面包括金融市場的開放也包括自衛財產權的確保 包括技術入股的限制 那這個對中方來講都有很大的壓力 那是不是能夠一如大家所意期的 像金融市場現在股市已經2萬 畢竟2萬9了 這個Navarro最近講了 2020年美國的道瓊指數的目標3萬2 那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所少見 你把最近一段時間的情勢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好 是 關於這個美中貿易戰 我想從今年2019年事實上已經到去年的5月 雙方談判 然後破局 然後停頓 然後復談 到今天在這個去年12月中宣布完成 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已經慢慢的對美中的這樣的一個談判的韻律 有一些新的領悟了 也就是說美中真的要到最後簽字才算輸 沒有簽字之前所有這個放話階段看起來 都會有充滿的變數 就如同剛才社長談到這個問題 不過這一次 雙方在揭露的談判進展 或是宣布完成的進展 這個方式上跟過去有些不同 過去比較像是各說各話 我還記得很鮮明的 去年5月初 劉鶴去這個華府談判出來說 我保證美中沒有貿易戰 結果5月20兩週後 美國就宣布這個要開始課通關稅 那這次的不一樣就是說 雙方的對外的說明基本一致 也就是中國其實有揭露了說 這次一共有9個章 就9個議題的這樣的一個範圍 那跟這個美國USTR就是談判總署所揭露出來的這個範圍 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大概有一些細節會不一樣 美國揭露的訊息比較完整 中國目前為止只有講到每一張的標題 沒有講到實際上的內容 但是如果從這個文字的或是對外說明的大標題的一致性來看的話 確實這次似乎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 就雙方真的已經算是 至少在這個大範圍是有共識的了 那第二個是美國的講法非常的具體 譬如說兩年內要增加2000億的採購 其中要包含川普自己推特講500億的農產品 包含了金融改革 智慧財產權 強制技術輸展 美國講得非常具體 但是標題其實跟這個中國商務部講法是一致的 所以看起來確實有可能會是在 我大概不能確定是不是1月15 但是很可能會是在農曆年前簽 因為你看這個談判結果很有趣 他分別送了美中兩個領導人兩個大禮物 他送川普一個聖誕禮物 因為在聖誕節以前川普推特說完成談判 他現在又要再送習近平一個禮物 就是在農曆年前雙方見面簽書 所以確實看起來機率很高 就是說簽字的機率很高 但是關鍵來了 第一個就算簽字他到實際執行 按照就是生效 按照一般國際經驗 至少還要30天到60天 所以就算雙方見面簽字了 到執行這中間的三一個月到兩個月 會不會產生變數我們不知道 第二個就算他真的簽字也生效了 我想大家也不用過於興奮 因為就這個關稅戰來說 25%還保留著了 現在已經到30%了 他到去年9月要把10月提高到30% 那個30%的關稅佔了一半的中國產品 中國製造產品繼續磕 另外20%的關稅從15%減到一半 到7.5%還是繼續磕 簡單來說還是有七成中國製造產品 到美國還是要面對關稅 第二個就是說美中這次協議的加值性 其實看起來有待觀察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中方承諾的譬如說強化智慧產權保護 放棄強制技術預測 擴大金融開放 其實過去兩年內 中國已經在不同的場合 都已經散發出這樣的開放 包含了2019年3月通過外商投資法裡面 也入法裡面談到說 他要強化智慧產權保護 他要停止強制技術遺傳等等 所以感覺上他只是做了順水人情 再寫一次給美國 那當然美國恐怕不會滿足於此 一定要有一些加碼 那到底加碼程度是多少 就是我們大概真的最後評價 這次美國到底是真的有沒有帶回 額外勝利的一個關鍵 那這可能要到1月15 他們真的公布內容之後才會看到 像金融開放 中國去年11月國務院就宣布 他要全面開放這個保險跟這個 其他這些券商的這個外商投資 他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要取消外商 外人投資的限制 他說為了配合這個外商投資法 所以他到底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加碼給 讓美國獨享優惠 然後寫在這次協議裡 我覺得這邊有很多問號 那看個真的是要有待觀察 我想美國一定會要求要額外 給美國一些恩惠 優惠 但是是多少我不曉得 所以現在看起來說誰贏誰輸 還維持太早 過早 因為 就還現在進行逝中 還進 美國到底有沒有要照更多 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優惠 其實是有待觀察 那當然最重要的對台商來說 要不要繼續這個移轉基地 我想答案是絕對肯定要繼續做 因為美中的科技戰還在蔓延當中 這次的談判完全 目前看起來沒有涵蓋到 這個科技戰要怎麼和解的問題 那意思就是說 美國至少在科技領域跟中國對抗 會繼續這個發酵 事實上前幾天還有外電報導說 美國考慮把這個 外國產品的美國技術含量 要從25%降到10% 那意思就是說 未來如果這是真的 那未來台灣出口很多產品 如果用到美國的科技 只要佔了這個產品價值的10% 你就要配合美國做出口管制 可能不能再對中國繼續出口 那去年是25% 10%差別在哪 我們很多台商過去 已經跟美國商務部證明了 我的技術含量只有20 所以不受限 那如果一旦美國把門檻降低之後 這些台商立即就會被限制了 所以我只能說台商取得一些時間上的空間 可以比較從容的去尋找新的體態系列 但是這個移轉的這個整個趨勢看起來是沒有改變 大概就回不去了 我們看看這個 美洲貿易戰的第一個階段的貿易協議 六個重點 撤銷部分懲罰性關稅 其實剛剛你講的一個 2018年的7月6號 他對2500億割25%以後 那原來是要30% 那個5%現在好像暫時不割了 那後面就3000億當中 其中一半割15% 現在降到7.5% 這個大概就是保留 關稅其實還保留著 那只是沒有再增加而已 第二個對中國的採購 這當中剛剛我們提到的 智慧財產權到底怎麼去確保 智慧財產權對中國發展來講算是一個 持自駕或是加首 但是好像也不能不走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要變科技大國 如果你不能在智慧產權 有手承諾保護的話 中國很難在科技競賽 能夠真正領先 第四個在匯率 那這個我想跟人民幣的走向有關 那第五項中國金融市場的准入 那就是金融市場的開放 那協議旅行的機制 這當中爭端很大 我想還有帶商榷 所以這個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 在第一個階段 美東貿易戰的這個情況 那2019年過去了 這個我也特別請教邱智昌就是說 2019年你可以想像得到 全世界我在想 2019年是一個超級大 為什麼 第一個全球股市幾乎很少有下跌 就馬來西亞跟上海的B股 其他漲幅都很驚人 那我想我們現在面對一個新的情勢 你看到第一個全球股市大漲 第二個房金漲幅更大 第三個我們也看到在這個ETF現在部位 他說現在已經有預測到2030年全球ETF的部位到50億美金 那這個是今年年初去年從兩兆四兆 最後到六兆 那所有的錢都往這邊擠 一個包括全球這個低利率時代 你看美國的公債殖利率一度從3.23 那最後跌到1.45 那美國的聯準會降息降了三次 那川普現在還經常在批評鮑威說他沒有勇氣 所以現在這個金融形勢2020年你怎麼觀察 目前從這個整個全球股市去年的發展來看 即使是墊覆了過去所有的經驗跟所有的理論 第一個就是有關於這個整個資金的部分 因為美元的弱勢 美元現在的指數大概是96左右 所以說資金就不斷的到新興國家 到其他的這個市場的找尋投資的機會 這個機會使得全球的股市大漲 從台幣來看的話 台幣在台灣加減股價指數 在2018年年底的時候是最低的 所以那時候我看操盤的那個人員 在結算的時候都很歐 但是從2019年開始 股市從9398點開始一路的盤升 在五位分的時候有一個高點 那接下來就開始往上仰了 那新台幣的走勢剛好跟這個 加減股價指數的走勢大概是一致性的 一般來講的話 開發的國家它的貨幣要弱 因為它要刺激出口 但是一般開發中的國家 是需要弱勢的貨幣 因為它要刺激出口 所以說這整個形態 是對開發工國家是有利的 那新台幣在2018年的時候 也並不是說 因為外資沒有積極的擁入 然後就呈現一個貶值 反而是一個持貧的狀況 這是2018年的這個持貧的狀況 一直持貧 到今年的時候突然慢慢的開始有 有升值的這個趨勢出來 這個升值的趨勢從31.5開始 升到最近曾經升破29.9 那我們從新台幣對 美元的匯率歷史的那個高點來看 或者是來看的話 最高是35點多 最低也曾經來到25左右 那這個是比較短的是在29左右 所以平均的中位數 如果說很長期的 剛剛董事長講說是30年 30年的中位數就是在30 那如果說進級的中位數 那如果說進級的中位數呢 大概是在35.6或5 就是今年大家要用這個價位去 所以台幣現在就漏在這個位置 對 現在在這個位置以上 就是在30左右 昨天剛好收30 30.106 對 那央行的貨幣政策 一般是影響匯率是比較間接 但是其實也是最大 那我們的央行大概連19棟 19棟都沒有拆起這個很積極的這個 對匯率有影響的措施 倒是用拋譜的方式 拋譜就是說他也不會延 他每天去這個市場干預 不管收盤的時候 不管開盤的時候都干預 像昨天泰國的泰豬就市場 因為政府市場干預的結果 就回扁 但是回扁對整個亞洲 或對他本身的金融市場 並沒有很顯著的影響 所以這一波的這個匯率的走勢 雖然微生但是股票大漲 而且股票大漲的這個 大漲的這個情況 也超乎一般出乎意料之外 那待會兒我會提說 有幾個原則去判斷的話 你會發生都全部被打破掉 全部被打破掉 那這個就是剛剛 像您所提的毛利率的問題 毛利率低的股票 那永遠你就在那邊等 你就對台幣很敏感 對 那你毛利率高的股票呢 第一個對台幣不敏感 第二個 那個單子可能因為轉單 或者是各方面的這個效果過來 然後使得這個股票的這個 上揚的幅度 或者是本利比的幅度 被不斷的調整 那你如果說到國際化 尤其是高科技的股票 現在一般美國的這個股票 本利比都在30左右 甚至35左右 那這樣一個本利比的方式 如果說再進行那個國家的話 你可能暫時沒有辦法接受 你覺得說這個太高了 但事實上呢 如果說從整個競爭力來看 你毛利夠強 而且你能夠接到很多很多 新的訂單的話 那你的這個本利比的空間 就比較大 這個是從新台幣的匯率 不過要注意的是 新台幣的匯率呢 央行目前從整個干預來看的話 他希望控制在30左右 不要說太強 30算中位數了 大家都可以接受 對 我想一般做經濟預測的 像中華 中央 中央 或者是中央銀行本身 他們做經濟預測的話 一般可能用35.5 去做明年的經濟預測2.7 國發會是2.7 2.7的經濟預測 這個每一年 其實我對這個年度的經濟預測 我都很敏感 像中央銀行最近在估 2020他估2.58 那中央銀行去年估2.45 所有經濟機構他是最高的 其實等一下你也可以補充一下 中華經濟預測相對是比較保守的 你看去年最保守的 興展1.99 第二保守大概是中華 中華估2.14 那現在當然第四季我們還沒出來 但是去年我相信台灣的GDP大概 我們現在主機處大概2.64 所有經濟研究機構 都比最後出來的數字都還低 這個是很少看到 就是說所有經濟預測研究機構 沒有一個準的 但是看起來中央研究院 到目前為止是最接近的 連央行都估2.04 最後他去調2.4 所以這個就是連中央銀行自己也看不準 那這個情況在過去這一年 是非常顯著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個情況你看到 這個表情這兩天有更新 我來不及更新 你看到新加坡1.3 第二季0.1 第三季0.1 第四季0.1 那2019年新加坡已經出來是0.7 那我們大概2.64 我們第三季看起來有到3.04的可能 因為去年第四季機器很低 南韓的情況大概 第四季也大概在2左右 他全年大概就2 香港大概第四季是-1.3 所以看起來香港是負成長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面對這種經濟情勢的變化 其實回來我先請李淳來跟大家稍微 你說明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很多政治人物都認為台灣 在區域經濟當中 現在大家都在看RCEP 就是說現在東協 台灣沒有參加台灣就死定了嘛 大家直覺觀念就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在美中貿易戰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說 在過去多邊協議的時代 中國會主導一切 這個主要這個戰場是中國主導的 台灣根本沒有機會參加 所以你講半天講死了 這個台灣跟中國的情勢沒有一個可以轉圜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我覺得 美國這次美中貿易戰其實他玩單邊 就是說 你如果在多邊的一個協議當中 中國可以主導戰局 但是我如果雙邊的話呢 美國可以單獨跟你談 所以台灣其實下一個要突破的就是說 如果美台7000FTA 那對全世界來講 那就整個豁然迎刃歐傑你知道 所以這是2020以後的情勢的變化 就是說我們如果從現在多邊貿易協定 目前的進展 當然就很多的區域聯盟 但是那個RCEP的大眾 你可以看到這個那個TPP那個 現在印度好像不參加 那中國大概卡住了 所以現在這個整個未來的多邊協議的眼鏡 李淳我想你是長期研究這個 從GSTD時代一德現在 你的看法呢 我們先我們倒著講好了 就先談這個區域整合 剛才那個社長談的這個RCEP 確實如此 就是我先講結論 台灣要加入RCEP幾乎沒有機會 幾乎沒有機會 所以RCEP當然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要去回應這個影響方式 不是整天在重複的講說 我們要爭取加入RCEP 因為那個這樣的解決方案 其實對台灣來說是不存在的 那原因剛才那個社長講很清楚 其實就是過去兩岸關係好 現在兩岸關係冷 其實台灣都加入不了RCEP 原因很簡單 因為裡面還有其他14個國家 北京不會做事台灣 既然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跟這些這麼多國家 從事這麼高層次的一種經濟 乃至於政治的對話 所以我覺得空間非常小 那處理的方式呢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RCEP裡面是東協加6 先去掉印度變東協加5 東協為核心 跟這個其他五個國家的FTA 其實生效最晚也有十年以上 所以其實第一個台灣的產業 已經在過去十年逐漸調整 對 我們看我們對東協的出口 相對於中日韓 雖然有些產品會有變化 但基本上還是可以維持一個增長的趨勢 就可以看出來其實台灣是有能力 去因應這個RCEP 十年前就已經生效這個東協加6的影響 那這一次RCEP其實影響最大 其實是中日韓 對 因為中日韓 所以你看看韓國有跟中國簽 是 韓國去年全年出口衰退15.3 是最嚴重的 中韓之間其實最大問題 是在過去那個薩德事件 就是限韓力 中韓FTA也沒有辦法解決限韓力 所以我之前在別的場合講過一個 很有趣的觀察 跟任何國家跟中國大陸簽的協議 只有在關係好的時候才有效 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跟中國簽的協議是沒有用的 因為2012年中日剛剛簽了投保協議 沒多久 五月就發生了在中國 釣魚島 然後去砸那個日子 然後中日投保協議完全沒有發揮作用 所以呢 這個真的跟中國之間的協議 只有關係好才會有效果 救不了中韓 但是我們要擔心的是譬如說 這個中日之間日本對中國的出口 會不會藉由RCEP而增加 第二個是日韓之間會有個自貿協議 那其實這三個都是台灣主要的夥伴 也是競爭對手 所以台灣會比較擔心 所以我們如果從多邊走向單邊 就是說現在你要多邊 要中國卡住你 你就很難了嘛 那有沒有辦法從單邊協議當中 台灣找到出路 沒錯 台美FTA會是一個突破點 因為台美FTA不僅僅是台美之間 而且它會散發出一個訊息 就是美國其實是支持 而且認為台灣可以去掐欠這些協議 所以在台美之後也許會有台日 對 那就部分化解我們剛才講的 中日韓這樣的一個威脅 那會不會有台韓我們就不曉得 因為你現在看到這個是政治氣氛的 就是說在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霸凌台灣的時候 哇塞我們就等著嘛 你說像周子儀那種 你就被他罵就罵了 制裁就制裁了 沒有人敢坑一聲啊 但是這次NBA啊 美國就那個藍芳事件課 就把小熊維尼掛到監牢裡面 他就開始幹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情況就 美國開始有聲音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五眼聯盟 最後你看到澳洲 加拿大 那個他們就會挺身偶出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 真的是跟幾年前不一樣 澳洲 以澳洲為例 他這幾年對於中國 所謂滲透澳洲的政治教育 緩滲透完是他開始的 對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的 變得非常是一個敏感的話 尤其是重視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台美是一個突破點 對 它的突破點不僅僅是台美 它事實上可能會帶動 一種骨牌效果 讓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盟友 至少可以藉由這個方式來表示 譬如說對台灣的支持 那他們也可以降低政治的敏感因素 不過呢 川普所領導的美國 台灣談判壓力會比以前更大 對 因為我們看到美國之前跟 就是去年十月跟日本簽的 這個美日協議的第一階段 對 美國幾乎沒有給任何東西 對 全部都是要日本開發 對 那我們把同樣的模式套到台灣來看 台灣跟美國談判 可能也會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台灣要解決 所有美國過去長期關切的問題 對啦 那個美牛那個什麼 美牛啊 美豬啊 基改食品啊 等等 所以其實鑰匙在台灣手上 就美國要的東西很清楚 美國的模式也很清楚 對 那台灣有沒有準備好這樣的一個 把開啟這個機會之窗 其實鑰匙是在台灣的手上 那能不能夠掌握 那就是需要一些政治覺醒 因為這些都是敏感 因為涉及到農業問題 對 但是我覺得機會是 對 可能是過去十五年來最高的 政治情侶現在對台灣有利 我們現在只能這樣講 那經濟預測你要不要稍微講一下 那經濟預測 對 香港這個是我看情況很嚴重 是 我先談台灣好了 我覺得台灣在2019年初 所有的研究機構 包括我們中經院 都低估了台商回流的力道 對 因為其實到去年年中開始 台商回流真的發生效果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GDP 每一個機構都在大幅的 往上調整的GDP預測 其中一個最大變數就是台商回流 對 當然台商回流 為什麼好像韓國沒有這個效果 日本也不顯著 新加坡更少 那是因為 台灣過去對中國投資太多 對 那現在當然因為最大受害 你回來以後 他就受益就大了 沒錯 那當然我們會比較擔心說 這個力道會持續多久 但是我想到2020年 甚至到2021 這個回流的力道 恐怕都可以繼續維持 所以 從這個角度看 我覺得 為什麼中華研究院 大幅的調升了 這個 我說調升指的是 相對於他2019的評估 2020年初 它是2.45我們剛剛看 是比較大膽 而且 也是符合 我們現在看到這種台商回流局 對啦 但是你回去可以跟中華的院長講 就是說 每次都最後一名 都看台灣最保守 所以這個是 我一定重視 太加強了 我們請記者上來跟大家 稍微談一下 就是 全球在GDP的架構當中 下一個在2020年 會出現什麼的變化 對 我想在投資股票當中 第一個 如果說新興國家的話 主要是來自於這個 全世界的這個熱錢 開始注意這個國家 開始進行投資 那從台幣的這個走勢來看 我們可以預料得到 台幣是緩緩的在30 到30.5之間 我看也沒有 不會有什麼波動 因為第一個 我們其實降息的那個空間也不大 第二個 世界各國 目前雖然說 美國曾經進行一度的這個緊縮 但事實上後來又因為 鮑威爾這個跟川普貿易戰的關係 所以說也開始降息降了三次 那另外最大的這個新興體 目前是最大的風險 但是看起來 中國的債務的這個危機 好像沒有影響到整個 間斷科技的發展 它的間斷科技 AI跟5G的這個發展的這個速度 相當快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中國的這個系統性的風險 就是債務 它現在整個債務 包括公司債 企業債 家庭債 還有政府債 已經佔GDP的300%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有很多債都不斷的在違約 債務在違約 而且這個違約的情況 可能到過年之前會比較顯著 所以人民銀行在1月1號的時候宣布說 從1月17號開始 它要調降 前面的這個調降 這個存款準備率0.5碼 釋出了一些資金出來 那中國的這個 系統性風險如果說可以控制的話 那整個全球的股市呢 大部分還是會往比較多的 比較好的這個方向去做一些發展 因為我們在投資股市當中呢 第一個你知道我們是賺價差的 那賺價差的話就是資金的流動 另外就是獲利的增加 未來的這個現金流量 那既然說大家有在資本支出方面 做比較大的投資的話 未來的現金流量會增加 會增加公司的價值 所以說台灣這一波的這個公司的價值 全部的非常偏 集中在這個IC還有5G還有半導體 還有一些設備商等等這類當中 那其他的各個類股呢 漲得都比較少 這個將來是非常正常的時代 就是說你如果坐著原地不動 你在那邊天天等 有人講說股票漲到1萬2萬 我怎麼沒賺到錢 你無感如果你不努力 你一定跟這個沒感覺 對 所以說不管任何一個國家 目前所進行的是 結構性的這個經濟調整 它是好的一直在發展 但是壞的你就被淘汰掉 被可能就是違約了或者是倒閉 那我想今年的情況特質也是這樣子 好的一直在好 那你抓不到那個它的頂 那壞的話你就就會倒掉 那從台灣的價錢股價指數來看的話 大家都很訝異 因為在前年的時候2018年的時候 大家認為說什麼蕭條 又來了 因為有這個貿易戰 又重演1930年代 那政治人物下台灣下更大 可是到今年的時候發現說 不對怎麼一直漲 而且都我想一般的這個投資人 要跳進去買的那個勇氣 是要鼓起勇氣才能夠敢買 因為股價都很高 那你目前看中之一也只有1800多億左右 從1400多億左右增加到這個 這個從整個指標來看的話 是有一點點風險 但是它的風險還沒有說 大到說讓你說我要把股票抛售 那我們投資股票第一個價差 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個有關的一有 就是說我投資一檔股票是要 獲取未來的這個陷阱股利的報酬 這個叫殖利率 殖利率的報酬 那目前來看的話殖利率的報酬 也還沒到 像台積電或者一些好的股票 第一個它分四季 開始可能有一些公司 年底的時候 或明年第一季開董事會的時候 然後決定 我就分兩季或分四季這樣 這樣的話有一個那個就是 你一旦賣掉要再買回來的時候 你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你一旦轉空要轉多 那個觀念的挑戰 所以慢慢投資的想法 會取代投機 台股以前你看到很多人喜歡當充 每天這樣從早上盯到收盤 你後來發現弄半天 我有個朋友 他當充一年 他可以會退那個手續會 手續會退四千多萬 結果他把股票操作賺來了 他賠八十萬 這個就告訴你說 他們忙得不宜樂福 他很開心 賺退佣的錢 但是你賺不到錢 為什麼 那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這個時候我想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下回再請邱晨昊來延伸一下 各位要知道 下一個時代 我們在三十年前台股一萬二的時候 台股的本益比是85倍 國內人數最高漲到一千九百七十五的時候 本益比兩百倍 股價淨值比六十倍 那你就看到 現在台積電的本益比二十六點六倍 他的股價淨值比五點五倍 大致上來講沒有太離譜了 你說蓮花哥本益比三十四倍 股價淨值比二十四倍 也沒有差很多 所以現在沒有像以前那種狂潮 為什麼 以前那個本益比叫本益比 因為資產股大漲 他沒有本益比的 也沒有殖利率 現在其實都有 還有一個就是產業的競爭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們你看光學鏡頭大立光 他的毛利率六十八點三趴 第二名一金光是四十五點六 第三名亞光是十九點八九 然後再往下如果到二三線 你說先進光二十二點二還好 但是到加零是六點一 到金國光四點九 這個差就大了 同樣今年代工 你看你買台積電 他的毛利率是四十四點三趴 但是連電多少 連電是十三點四九 同樣做一塊錢 他的毛利率將近五塊 這個五毛錢 結果你就一毛多 這個股價最後一定會差很多 為什麼 你會發現台股在今年當中 你慢慢看 第一個大立光五千多 然後現在細力做電源供應的晶片 跟那個晶測都一千 那個伺服器管理IC的信滑九百八 你看他們毛利率都是六十幾趴 我們以前講那個毛三到四 現在是毛三十 毛四十 毛五十 毛六十 台灣其實整個生態正在改變 我想這個也是大家 如果從這個產業的轉型來看 台灣面對很多挑戰 但是我覺得台灣有它底印 我們一直奮力在往前走 這個是大家要很珍惜的地方 今天我特別要感謝李淳 擺盲當中你是不是敢來了 另外救治艙身體也好了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迎接2020 好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再次出現 我給你幾個好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選擇 那會不會有什麼質疑 我可以選擇 你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